大家好,我是爱迪先生 那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下电池 那电池的话,目前用的最普遍的应该就是锂电池的 那各位看一下,这个是锂电池 这个也是锂电池 那一般来讲锂电池都是一个正极一个负极 都是长这个样子 正负极都在两端 那像这种东西叫做电容 是一个铝壳,然后一个套模 下面有长两只脚,是长这样子 那这种锂电池 那跟这个电容做结合变成是什么 锂电容电池 那锂电容电池的话 我是觉得它的充电速度倒是蛮快的 我们可以来做个实验给各位看一下 那刚好我有一个产品 它里面用的就是锂电容电池 我们来把它打开 好,就在这里 它一个电容形状的锂电池 然后有两只脚 可以直接焊在主机板上 然后它上面有写几伏特码 3.7伏 然后它的规格是13400 1.3,然后4公分 大概就这样子 那这个东西我使用的结果 我发现它真的充电速度蛮快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边有准备好一个 它这个我们来压一下,这不会亮 这个已经放电光的一个紧急照明灯 那我们把它插电一下 我们把它充一分钟 因为它这个LED灯就是有5瓦 那我们就说充电一分钟 那5瓦可以点多久 好,我们把它插上去 好,亮了 它开始在充电 那我们给它一分钟的充电时间 如果这个东西充个一分钟 能亮很久 那就表示它的效率还蛮高的 很快已经过了30秒了 很快已经过了30秒了 那当然一颗是3.7嘛 如果多颗一点 我们跟它做串接 然后做降压、稳压的话 可以拿来当行动电源也是不错的 好,时间到了 我们把它拔掉 好,它就开始亮了 开始亮了 这个我们从头来计算 它能亮多久 这个很亮哦 这样子大家看着它 它的亮光 它这个时间还是一直在跳哦 拿个东西把它架在后面 拿个东西把它架在后面 大家看得比较清楚 它已经过了43秒的 还是 丝毫没有减低它的亮度 像我们一般啊 那个锂电池要充啊 感觉是充满久的 有一种快速充电的电容 叫做法拉电容 那个也是 充电速度非常快 尤其是像 如果说我们 这种汽车没电的时候 用那种电瓶的话 赶快充一下 赶快拿去救车 那也是很不错的一个方法 那当然如果说 这个能很快充电 然后又很大的 放电电流的话 用这个来救车 应该也是不错的 你看 我们刚才充一分钟 现在已经两分钟了 好像还蛮亮的 亮度好像没有缩减 至于它到底会亮多久 我也不知道 好 洗了 就是 两分三十五秒左右 好 就是说 我们充一分钟呢 大概可以亮 两分三十五秒 那各位是不是觉得 这个充电效果还算蛮快的 好 那今天呢 为各位介绍 锂电容电池 那希望各位呢 会喜欢今天这个影片 那各位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按赞 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